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就在运动场线 其实应该范围一定在运动场线后 应该这个球完了就会结束的 漂亮 结束了 冠军 恒大 已经我看到球员已经把礼皮 抱起来了 已经抱起来了 恒大是冠军 恒大是冠军 2013年亚冠的冠军 属于恒大 属于中国 属于中国足球 我们太期待这个冠军了 也太希望这个冠军了 等待了这么多长时间 统坡就成窗户局 统坡就成窗户局 这个也是对这个中国足球 这几年来的一种奖励吧 我觉得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屏幕已经打成FC 所有FC获得亚军 获得亚军 他们还是要有风度 还是要有风度 还是要有风度 祝负他们拿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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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负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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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有毛多 而且真的分分钟入浴 现在的赛事 每分每秒都很紧张 好 大脚就清除了 远翔 远翔 可以在这里宣布 就是广州恒大加冕 哇 冠冠冠冠 1比1的比分 令到我们都可以成为2013年的厄军军 可以说到24年来的等待 恭喜广州恒大 恭喜许先生 恭喜我们所有的球迷 恭喜中国的球迷 上一次拿军军在1989年的辽宁 当时他们拿到的厄区杯 两回合3比2赢了日本尼桑之后 时间24年 广州恒大在自己的主场一比一 跟对手打平 最终的比分 性格在两回合是3比3 凭借着我们有两个作客的入球 恒大也是拿到冠军 这场球入球的功臣 他终于用普通话说一句 三言父三言父 呀 真是 阶大欢喜啦 现场的球迷很多都很激动 和很开心 包括我们在身边的很多的 转播同行 都用很多分配的声音 都在压着一个令人 兴奋和激动的时刻 广东恒大队在后场的大脚解围 好 这时候比赛结束了 来自巴林的主裁判纳瓦夫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少爷 广东恒大队在这场亚冠联赛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 最终是和首尔FC队战成了1比1平 这样的两回合的总比分双方是战成了3比3平 广东恒大队凭借着客场进球术的优势 是捧起了2013赛季亚冠联赛的冠军奖杯 祝贺恒大 祝贺恒大 对方有一个快发任意球 好 主赛盘终于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在本赛季亚冠决赛第二回合坐镇主场 广州恒大队1比1和对手占平 这样凭借着客场进球的优势 终于在本赛季亚冠决赛登顶成功 这也是李皮率领的俱乐部队 在不同大洲的俱乐部联赛当中问顶冠军 现在几乎所有的球迷都是在站着观看这个比赛 我们赢了 我们是冠军 广州恒大 亚洲冠军 祝贺广州恒大 这是我们等了24年的冠军 等了太长太长时间的一个冠军 下一个我们亚洲俱乐部的冠军 还是辽宁队获得的 那么在亚冠改制之后 我们的球队最好的成绩也是进入亚冠的四强 这次广州恒大不仅进入了决赛 而且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向他们表示祝贺 恒大夺冠实质名归 就在我们对面的楼宇上 我们看到已经打出了我们是冠军的字样 1995年的5月21号 李皮率领尤文图斯 获得了他第一个一甲联赛的冠军 1996年的5月22号 他在罗马率领尤文图斯获得了 欧冠的冠军 2006年的7月9号 他率领意大利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今天2013年的11月9号 李皮率领广州恒大 登上亚洲之巅 感谢李皮 感谢李皮 必须要感谢李皮 感谢所有的球员 感谢恒大队今天在场上 场下的所有球员 2010年的3月1号 广州恒大俱乐部正式成立 三年八个月零八天之后 他们成为了亚洲冠军 我们要恭喜他们 广州没有赢购 广州足球没有赢购 中国足球也没有赢购 希望这是中国足球 一个真正的契机 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是可以踢好球的 黄博文 黄博文 拿起了国旗 他拿起了国旗 这一幕真的让人热泪盈眶 今天在场上所有的球员 表现都是满分 黄博文是来自湖南的球员 在这个球场上 我们看到除了我们的外援之外 有来自湖南的湖北的 大连的上海的大连的 沈阳的 天津的 天津的 应该说在我们的国家 五湖赛都有适合踢球的孩子 让这个冠军 顾更多的孩子到球场吧 希望这仅仅是中国足球的一个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